讲一个小话 现在厉害了 还没讲出来就鼓掌了 万一不灵呢 说现代人迷恋微信手机 天天 魂魄不全 魂魄不全 一个男人 老公 白天工作 也是玩手机 整天偷偷玩手机 下班呢 回到家里也是天天玩手机 有一天呢 下班 接完孩子回家了 立刻呢 又不管什么 就坐在那里又玩微信手机了 什么事都不干 整天心不在焉 那天老婆忍无可忍 终于爆发了 老婆骂道 玩玩玩玩玩玩 天天玩 你什么时候才会发现 孩子不是你亲生的 这个男人 刚刚玩手机 这下子火大了 我早就怀疑你了 你今天终于敢承认了 结果老婆说 我怎么不敢承认 我怎么不敢承认呢 你到客厅去看看 你从幼儿园接回来的 那是我的儿子吗 法喜啊 充满啊 以后把这些故事带上去 我去讲给观世音菩萨听听 其实菩萨跟我们一样 心怜心 观世音菩萨非常慈悲 你们会念经之后 一点点事情求观世音菩萨 什么都帮你们拿 有的人呢 钥匙找不到了 观世音菩萨 我钥匙没了 有了 有吗 你们说有没有 真的 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心连心了 所以这种母亲啊 这种母爱 让我们真的感动了 所以我们人只要对世界上任何事和物 不要去迷恋 不要欲望过分 就会让自己脱离人间的欲望 你在感情上 如果你脱离了情网 你在钱财上 你就脱离了这种钱财的那种网 佛法让我们知足 知人生一切苦空无常 道人生一切梦幻泡淫 学菩萨一切随缘放下 成菩萨一切慈悲惜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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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